二战末期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哥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名为胖子和小男孩 这是原子弹的第一次使用 它的巨大威力震惊了世界 也直接导致了日本投降 结算二战 然而 这种武器在当时并非没有其他国家在研究 纳粹德国就是其中之一 德国的科学界在上世纪初可谓是群星异议 光是物理和化学方面就有不少德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家 在这样的环境下 德国要想研究原子弹可谓是信手拈来的事 可为什么德国最后没有制造出原子弹呢 原因如此简单 因为纳粹的爆行之一就是种毒清洗和迫害 尤其是对于犹太人 而在当时的德国 有不少优秀的科学家都是犹太人 其中很大一部分为了躲避迫害选择了离开德国 其中就有爱因斯坦 他就演射中洋来到了美国 经历了一部分人才流失的纳粹政府 把研究原子弹的重任交到了一位优秀物理学家 波纳卡尔海森堡身上 海森堡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他是两次力学的主要创始人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 曾经被评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位名人之一 在微国粒子运动学和力学领域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样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 本应该同其他同仁一道挣脱纳粹的控制 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斗争 然而他怀着对德国科学的一颗赤尘之心 终究还是留在了祖国 他的恩师 同为物理学大师的波尔曾经邀请他到丹麦同他一起工作 但海森堡拒绝了 此事也造成了他们俩之间一生的隔阂 然而后世的我们知道 纳粹德国于1945年投降 在此之前并没有发明出原子弹 第一个发明出原子弹的是美国 所以为什么拥有优秀科学家的德国研究失败了呢 原来海森堡在带领团队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几个月后 向德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 但其中的一个数据出现了致命错误 报告中称制造一个原子弹需要几吨油235 这当时的世界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于是纳粹就把这个计划搁置了 事实上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 制造一个原子弹只需要几公斤的油235就足够了 有说法称 作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海森堡是不可能反这种低级错误的 就算他本人一时疏忽 他手下还有庞大的研究团队 不可能没人发现 所以他这样做是因为在心底无法接受纳粹的暴行 而选择了故意欺骗 不过这种说法也有漏洞 因为海森堡在看到美国制造出原子弹的新闻时也非常惊讶 并不像是意料之中的样子 海森堡本人在战后也曾经表示过 他确实为纳粹德国研究原子弹制造了一定所爱 但这种说辞可能也只是为了给自己开脱 事实无法改变 许多事情的真相也随着岁月的流失被也埋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事实提醒着后人要珍惜和平